观众老爷欢迎你 感谢你来我这里 观众老爷欢迎你 等风等雨等着你 报道少女在线 解说大家好我是零九 怪倒戏的这个人吧 有时候想象怪惨的 每次偷走宝石都要换 一路面还要被一起人追 甚至可能还要挨揍 这不今天就挨了一个走 那在这边开始之前 还请各位观众老爷们 给零九一个订阅 点赞好评论啊 记得打开小铃铛哦 要问谁对积乐案的最深层 那必须是零幕老头 每次就是喜欢带各种宝石的东西 再动资积德来通 但是零幕集团 加大业打完全不怂 只是可怜宗生警官又要吐了 这次宝石是活动的 名为红脸王吧 它的展示区在一个巨大的水族箱里 没错就是这只黏了宝石的乌龟 可惜了放条鱼多好啊 入场前原子给小蓝 合适量救了一手 为了吸引其他的注意 原子特地学来的魔术 可惜被柯南无情拆穿 进入场馆后 柯南抱着后脑勺到处参观 突然看到个裸置的雕像 小蓝赶紧跑过来 误住他的眼睛 小孩子不可以看的哦 其实今天被集合地盯上的 这只乌龟呢 叫做波赛东 据说是一名意大利演员的宠物 半年前他遇上了海南 为了有好心人 帮他照顾乌龟 就想尽办法 把宝石粘在了乌龟的壳上 父亲的渔夫打捞到这只 红烈王八之后 几经辗转落到了 领悟老头的手里 由于这次的宝石 展示的时间有限制 很快 中森警官就拿着大喇叭 让观众赶紧离开现场 诗良被中森警官一把捏住脸 小伙子 你没听见我刚刚说的话吗 哎 原来刚想帮诗良说话 诗良不在意地回首 回首就是一个虚击 应该 没碎吧 记得出现之前 诗良决定先去个厕所 没过多久 管外的迷妹们开始 瘋瘫尖叫 小伙子想确定 雅时间就发现手机一片漆黑 这是针对着 现场布置的 非常满意的中森警官 连带着原子 诗良和毛利大叔 还有水族箱 被突然卷取的地毯 一锅断 随着记得倒计时 人倒了一片 而水族箱里的红柳王八 已经不意而回 剩下的只有记得的卡片 顶部老头也捡到一张 和宝斯基德 已经拿走咯 他立马爬上去找啊 果然记得 丑味啊 第一次看记得 现场的诗良 觉得很奇怪 无论是地毯上的钓鱼线 还是安装在 吊灯上能 吊起地毯的机关 都不是马上可以完成的 请告别有提前检查吗 其实地毯和吊灯 骂都是几天前刚问的 只是 林木老头没有想到的是 安装人员 就是记得 后来我爸丢了 林木老头倒是一脸无所谓 诗良觉得 既然记得 要么放烟 要么关灯 要么就是变装离开 而且还没有人离开 那肯定还在现场 大家互相 夜明之声 不就可以揪出记得了吗 于是阎兰拉着诗良眼神 此时的阎子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走上了 人生巅峰 买脑子都是 诗良说自己飞机场 没想到是真的平安 而记得也不知道自己 已经犯下了 致命的错误 可他回想起 刚才的训练 最可疑的 却是自家女朋友 阎子只摸了诗良 没有摸小兰 因为他觉得小兰就是记得 他在看到地毯 拳起来之前 小兰往旁边走了几步 才逃过一劫 肯定是知道地毯要启动了 你放屁 却小兰是因为刚刚看手机的时候 发现黑屏了 他以为是信号不好 所以往床边去找信号 哎等等 没信号回黑屏吗 克兰领光一散 从林布老头那里得知 红练网吧上的 练口是铁质的 本来想换个纯金的 还没来得及 克兰又想通了一切 刚掏出麻醉针 结果小兰一把暴起 克兰 啪射到园子了 哎行吧行吧 反正都是工具人 日渐嚣张的克兰 直接站在园子面前就开始破案 难道是 头抬它挡住了哦 其实一开始 红脸王八并没有被记得拿走 而是使用了障眼法 毛利配合着演出 把此次打火机扔进水族箱 出人意料的 打火机并没有掉下去 而是黏在了玻璃外面牌子的位置 并且玻璃上还有浇水一样的东西 这种打火机 头头的地方都是用铁做的 而林块牌子 其实是强力磁铁 所以打火机掉不下去 虽然乌龟不会被磁铁吸住 但它肚子上的那些宝石 很有可能是人工合成啊 制作的过程中使用的容器是焊铁的 很有可能成为宝石的一部分 吊灯上撒下混入铁砂的饲料 乌龟被吸引到附近 磁铁吸住 浇水粘住 倒是就消失在了世界里咯 啊 那刚刚收拆的时候怎么没找到啊 从森警官开始怀疑小兰 喂喂喂 你看啥呢 我家小兰那是真材实料 是灵魂老头自己拿走的 因为是记得告诉他这红脸王八 很有可能是假的 演员是意大利人乌龟起了个 希腊名字 要去应该是罗马的才对啊 肚子上又是人造宝石 背上的玩意儿能是真的吗 赶紧偷偷回收吧 你们老头觉得 嗯 他说的对啊 所以就偷偷把乌龟藏了起来 其实客难已经知道了 吉德的身份 但是自家 嗯 当然是放过了 对吧 回家之前 原来去上厕所 施良提出疑问 虽然乌龟被藏起来 但他身上的链子呢 客难看着记得 当然是因为吉德自带了一块磁铁呀 小兰的手机也就是证明 这种折叠式的手机 在强力磁铁的性价 就可能出现黑屏 而当时拿着磁铁的 有名大哟 怪盗吉德 吉德所犯下的致命错误 就是他把施良当成男生了 所以在原来拉着他厌身的时候 才一脸惊讶 虽然可能会放过他 但是施良不会呀 吉德 快跑啊 慌了一声 男侧门炸开一道人影窜过 吉德 跑太不及 接接是施良一顿打 虽然很惨的压子 但是我忍不住 赶来的原来拿着毛巾 赶紧帮施良挡住胖子 吉德趁机跑路 还不忘摸摸自己的小脸 其实是因为施良之的女侧 人太多了就去了男侧 加上衣着和飞机场嘛 就非记得当成男生哦 好了 那今天一定会给大家收到之后 喜欢这个视频的小侦探们 记得点赞 平海关注灵酒哦 山水有相逢 咱们下期再会 拜拜